欢迎收看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志斌 前阵子我反台休假 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湾生回家》 这部片是今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纪录片入围作品当中 唯一一部台湾出品的片子 因此相当的受到瞩目 票房以纪录片来讲也算相当的不错 所谓的湾生 湾赛是一个日文的名词 它指的是1895到1945年 也就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期间 在台湾出生成长的日本人 就好像我们华人在美国第二代 我们叫他们ABC 湾生就可以说是TBJ 这群人的父母亲受到日本政府的号召 经过严格的征选之后 带着全部的家当到台湾来开墾 而这些湾生则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第二代 他们把台湾当成故乡 但是战后马上就被遣送回日本 而战败的日本也没有善待这群湾生 他们回国之后饱受日本本地人的歧视 认为他们当初选择移民到台湾开墾 就是抛弃自己的祖国 而他们常年在日本生活之后 内心还是很想念台湾 他们会说台语 唱台湾歌 跟儿孙聊到台湾的时候也都眉飞色舞 只是他们早年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氛围之下 多半不愿意对人详细地提起自己湾生的背景故事 一直到年迈之后才开始试着到台湾去寻根 《湾生回家》这部电影就是记录一些 现在可能已经高龄八九十岁的湾生 他们想办法回到台湾 寻找过去熟悉的人事物 并且表达对台湾的怀念与热爱 由于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黄明正是我的大学同学 因此我有机会跟他聊了很多 关于这部片拍摄的过程 以及他诠释的角度 他特别提到说 他在深入的采访调查跟联系这些老人家之后 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从人的角度出发 借由一个个湾生老人家的故事 来记录跟探讨历史跟人性 而不像常见的历史的纪录片那样子 先介绍所谓的时代背景 然后在大时代的背景框架以下来介绍人物 黄导演认为 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观众透过这些老人家 发生在相同的时代 却又有个别差异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来认识这一段在台湾跟日本都已经被人遗忘的历史 同时也可以让观众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 而不是被类似教科书的主观所限制 人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集体化的看待一个群体 却没有仔细想到组成这个群体的各个单一部分 好比说讲到日本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会咬牙切齿 因为他们脑海浮现的就是八年抗战期间 日本侵华的残暴 或者南京大屠杀等等 充满血泪的惨痛记忆 但是在这样的思维之下 可能也会忽略了 当年的日本人并不是人人都赞成侵略 也有很多的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 而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已经不是70多年前侵略中国那些日本人 同样的道理 台湾有些民众不喜欢国民党 觉得国民党是外来的政权 曾经高压统治 造成白色恐怖跟许多的冤暗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随着时间而变化流动的群体 当年的国民党组成分子 跟今天的国民党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固然有些政治诉求跟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但却不应该完完全全的把以前跟现在的国民党画上等号 其他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类推到像是民进党 共产党 本省人 外省人 甚至像一些流行名词像是80后90后等等 被扣上刻板印象的这些集合名词 我绝对不是主张您要忘记历史 或者说您应该要去改变对某些事物的基本立场或是原则 这里要强调的是 任何的群体都会有它的集体属性 但是组成群体的这些个体也同样应该要重视 此外 很多事情会随着时空的转移而变迁 我们在思考一件事物的本质 或者是评断是非曲直的时候 还是应该把焦点放在事情的本身 而不是相关的群体给人的刻板印象 就算是以群体为单位 也应该要适当地考虑组成个体之间的差异 以免影响我们对于事物最基本的判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